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射病 而不幸死亡了 酿成了这个炎炎夏日里与热有关的最大的悲剧 在我看来 生命已逝 再多的忏悔跟反省都是无济于事的 在舆论的重压之下 这所幼儿园在事后举行了记者说明会 对社会总算是有了一个勉强的形式上的交代 但是这个事件的恶劣的性质 把外界所认知的有质量 有情爱的日本学前教育的遮羞部 可以说扯得粉碎 其实啊 在日本 幼儿被遗忘在校车里边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几年前 日本的大阪 齐域 福岡 北海道等其他城市的幼儿园 都发生过同样性质的事件 而且在齐域县就发生过两次这样的事件 而且是在同一个幼儿园里 在福岡发生的幼儿致死事件以后 还牵出了呢 这所幼儿园里边不少儿童 平日呢 被关闭 紧闭的这样的刺身问题 我们可以这样讲 头顶圆圆的小帽 身着可爱的圆服 脚蹬着增亮皮鞋的 这样给外界极强的那种画面感 或者说是爆棚好感度的日本学前教育 已经从神团上跌落下来 包括靖岗这次幼儿死亡事件在内 它都让人们呢 情不自禁的会发问 一向被视为有等生的日本学前教育 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之后 到底有哪些被遗忘的角落呢 在我看来啊 至少有这些方面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 就是慢性的人手不足 正在侵蚀日本学前教育的安全质量 实际当天 73岁的幼儿园的李市长 因为人手空缺啊 结果他亲自当起了校车司机 在事后的说明会上 他也做出了这样一个说明 他说我平时不做的 不知道也没有下车时确认的习惯 这是校长说的 园长说的 虽然同车的还有一名七零后的保育职员 但是李市长临时当司机这件事情 在日本的网络上发酵啊 引起了网友对人手配备的非议和担忧 同时呢 日本机构 近日对全国学前机构校车司机 和负责幼儿营送的工作人员 开展了一项问卷调查 调查的结果显示 竟然有8%的人表示 他们有过把孩子遗忘在校车上的亲身经历 针对着今后是否还会发生 把幼儿忘在车里的事情 这样的问题 有六成的受访者 否定这种可能性今后会减少 而且他们其中啊 把人手不足作为硬伤 这样的一种意见给提出来了 在日本呢 因为无法入学 只能等待的适龄儿童的待机问题 已经是国家层面的棘手问题 他深刻的反映了日本老龄化 少子化这种大背景下 劳动力不足 学前机构人手不足的 这样的一种苦恼 而幼儿在校车内被遗忘致死 可以说是啊缺人现象的 另一个侧面的冰山的一角 那么第二 责任意识的淡薄和有效机制的缺失 导致了两手软的现象 日本警方在调查中显示啊 上述校方在送孩子的过程当中 至少有四次可以确认弥补的机会 但是一次都没有做 最终是造成了盲区和死角 为了防患未然 有些幼儿园居然呢 开始针对孩子进行危机应对处理 和应急操作训练 比如说啊 被困在车内的时候 让小孩子们 你要学会按车喇叭呀 这种的神操作呀 引起了很多日本网友的激烈的反驳 认为这是押宝在年幼孩子身上的做法 是对老师 是对职员所肩负责任的末世 实实在在的是一种本末倒置 正如不少家长批评的那样 只要随车的工作人员 逐一进行最基本的 最简单的上下车人数的确认 那就一定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日本的幼儿园的校车 多次发生同类事件 反映了啊 作为关键环节的工作人员的不负责任 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正在走向新的变化 每一个特殊的事件 其背后可以这样讲 都是社会问题的折射和反应 归根结底啊 我们要讲 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人 好 我们今天的讲坛天下 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这个节目再见